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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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 枪支暴力在2020年超过了车祸 成为美国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 中国天宫空间站上的神舟15号航天员 对他们的太空跑步机进行了例行维护 三人在地球上空的轨道上 经常使用这个跑步机进行锻炼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局发布的录像 宇航员使用碎片收集器来清理太空跑步机 他们还使用数字万用表来测量该设备 以便地面研究人员能够通过传输的数据 全面监测这个产品的状态 太空跑步机在外观上与健身房的普通跑步机相似 但由于零重力环境往往会削弱心肺功能和下肢肌肉萎缩 宇航员在六个月的任务中使用特别的设计的跑步机 来保护自己免受这些负面健康影响 为了延长跑步机的使用寿命 空间站根据其设备的具体条件进行预防性维护 这是确保载轨宇航员安全空间站顺利运行 降低运营成本和延长空间站使用寿命的有效手段 为了帮助宇航员成为合格的空间维护人员 地面科研人员进行了系统而严格的培训 严格的训练程序加上与地面团队的密切配合 确保宇航员能够在空间站上完成专业而有效的维护工作 印度联邦商业和工业部长戈亚尔周二表示 在当前的2022到2023财政年度 印度的整体出口跨越了750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根据该部长称 在过去三年中 印度的整体出口增长了近2500亿美元 戈亚尔在印度工商联合会的年会上说 出口从2020到2021年的5000亿美元 升升到这个数字 而且还是在极具挑战性的时期 他补充说 印度的目标是成为一个自力更生的国家 让印度自力更生不是关上门 而是把门开得更大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3年3月29日 西班牙卡斯特利 消防员正在铺就 从3月23号开始的被野火烧毁的森林地区 当地时间3月29号上午 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区紧急事务部门报告称 目前较为有利的天气条件 已使得该大区山林火灾的铺就工作取得进展 但仍未完全控制住火灾 受火灾影响的地区仍有多处地方在燃烧 到目前为止 已有1800人被迫撤离家园 瓦伦西亚大区大型山林火灾已经进入第7天 已经有约4600公顷土地被烧毁 当地时间2023年3月29日 德国柏林 德国总统夫人埃尔克布登本德 英国皇后卡米拉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德国总统施泰因麦尔 在贝尔维游宫前流营 当地时间3月29号上午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抵达德国首都柏林 开始对德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当地时间2023年3月29日 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大区 诺瓦拉省的一家化工厂发生火灾 现场腾起巨大烟柱 目前商务人员伤亡报告 据悉火灾刚发生时 现场有爆炸声 目击者称火焰高达50米 道路排水管的印井盖被炸开 由于可能发生新的爆炸 事故所在工业区的人员已经被疏散 当地时间2023年3月29日 加沙城 巴勒斯坦女孩举着国旗 纪念第47个土地日 土地日是为了纪念1976年3月30日的事件 当时以色列军队开枪 打死了六名抗议没收土地的 阿拉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 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